移民署人员掌握勤资 终于在机场将人蛇集团成员逮捕归案 由于台湾护照在美国使用便利 因此近来越来越多不法集团铤而走险 帮忙偷渡 首先中国偷渡客会先前往墨西哥 而集团则招募台湾人前往美国旅游 以出国还给1000美元零用钱的方式 吸引民众出借护照或担任车手 接着再开车前往墨西哥 将中国偷渡客再运至美国 由于都是华人面孔很难分辨 偷渡成功之后 台湾人再寻正常的管道返回台湾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偷渡成功 但过程中有没有旅游业者居中帮忙 也令人怀疑 调查的过程当中 确实也有相关的旅游业者约谈道案 但是必须要讲求证据 相关的市政上 目前没有事实可以证明 这个旅游业有参与到 其中的一个非法的行为 目前警方已经掌握 绰号威廉老师的李姓祖贤 还有另外一名姚姓祖贤等38人 并持续地追查 希望可以瓦解人蛇集团 以免坏了台湾形象和信誉 影响到国人旅游的便利 新轻查理 未经许可,杀猜aj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